欢迎收看Pipple Webcast Pipple公民新闻平台今年的最后一场踹拍 我们带领公民记者来到新北市三重的 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 让公民记者朋友们透过导览解说 深入了解这群主妇的绿色生活主张 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 创立于1993年 因当时台湾食安事件频传 一群关心食安问题的妈妈们 发起了共同消费运动 跑遍全台寻找安全无农药的食材 直接从产地向小农订购 以行动支持在地农友 主妇联盟合作社的宗旨呢 就是置办环保自然安全 然后符合社员需求的这些产品 那我们也一直坚持互助合作 终生学习的精神 来改善跟提高社员的文化跟经济生活学准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就是秉持着真爱环境资源 支持台湾本土农业 例行共同购买 实践绿色生活 推广及发挥合作社精神 来经营我们的合作社 那欢迎更多人 可以认识你身边的合作社 一起来响应合作社运动 从消费者食的安全出发 主妇联盟在每项产品上严格把关 制定了比国家标准更严格的分级制度 就是要让社员们吃得安心 我们主妇联盟的分级呢 自主管理分级制度呢 我们分成四级 那第一级叫做环保级 我们有颜色来区分 做一个视觉上的一个管理 那环保级是用绿色 那环保级呢 就相当于外面的有机 有机的级别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属于有扇级 有扇级我们用黄色的颜色来做区别 那它就相当于有机转型期 往下呢 我们会有一个农好级跟安全级 农好级它在采收之后的检验 它的农药必须是零检出 那么安全级 它的农药检验呢 是必须符合国家标准之外 我们合作社要求着 要比国家标准更严格 要比它还要更低的残留量 这样才可以 除了严谨的分级制度 蔬果从产地进到仓库后 还需通过硝酸盐残留量的检验 若是不符合标准的蔬果 主妇联盟也会自行吸收 减少农友的损失 蔬果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会做硝酸盐的检验 那检验的流程呢 他们会把这个产品切碎之后 到果汁机里面去打 把它融合在一起之后呢 会用硝酸盐柿子下去做测试 那经过一分钟的时间 看它的颜色的变化 越淡的话表示它硝酸盐的含量越低 那越深的话就表示它硝酸盐含量越高 那么如果说第一次检验 如果说硝酸盐检验是不合格的话 我们会再做第二次跟第三次的重复检验 交叉检验 然后把三次的结果做一个中和 拍跑公民新闻平台最后一场踹拍 带公民记者来到三重主妇联盟的仓库 实际了解主妇联盟如何在食安上把关 提供社员健康安全与友善环境的产品 也听听在地小农们的故事 我已经很久没有来参加了 可是这一次这个主题真的太吸引我了 我来参加之后 本来对这个主妇联盟合作是 我知道这个合作是 可是我不知道它里面的状况 那今天来了多少了解一点了 了解他们的作业程序 了解他们怎么包装 他们怎么去对农产品 农产品检验啊 就像今天有硝酸盐的检验 他们检验真的是非常的严格 所以我对这个主妇联盟合作社的农产品 真的有信心了 然后另外他们的一些 可是共同购买的运动 他也都有一点的了解了 我最喜欢的课程就是踹拍 那踹拍之后可以学到很多新的东西 譬如说帅雄老师他每次都要讲课 可是他讲课的版本都不一样 每次都可以从他的讲述当中 学到新的东西 所以呢 每次踹拍的这个时间就 就是像我们的同学会 那今天哎呀 最后一场的心里面有点酸酸的 以后就看不到这些同学了吗 那也许不是哦 可能会改变一个方式 会变更棒的形式来跟大家见面 一包米一篮菜 主妇联盟用菜篮来推动消费革命 从产地到餐桌层层把关 为社员小农土地环境 提供健康友善的绿色消费 这一场的踹拍公民记者参与的情况 非常的踊跃 虽然因为场地的限制 我们必须要分队带领公民记者 进去现场的拍摄 但是公民记者都非常有秩序的 跟着导览人员的解说 循序渐进的拍摄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当天参与踹拍的公民记者朋友 他们的报道作品 为在新北市三重区的 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 是由八万多位社员所组成的一个 以共同购买方式集结消费者的力量 让参与的社员能够买到安心的食物 也让农友可以无后顾之忧 稳定生产符合需求的农作物的 一个实践绿色生活的组织 这些一蓝菜小小的设计 其实是大大的意义 因为它是一个计划性的消费 它要带动的是一个计划性的生产 也就是它需要有一群人集结绿色的消费力量 持续的支持在场地底端的小农 他们用友善的方式去生产出 符合安全健康跟环保的一个产品 公式PAPO踹拍2022年最后一场活动 在三重的祖父联盟消费合作社举办 以绿主张为主题 参与者除了公民记者外 祖父联盟北南分社的学员 也一起共襄盛举 借由拍摄练习 让自己的影音实力增进 您第一次参加踹拍活动 尤其是自己的主场 有没有什么期待和收获 我们也是很真诚的要真实的呈现 我们祖父联盟合作社给大家知道 公式本身也是一个公共媒体 然后跟我们祖父联盟一样 我们合作社我们不是一个 盈利为目的的组织 所以我们希望这样两个的 就是在社会当中 是属于比较中性善的组织 能够很好的有很好的关系 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 这个社会还有一些 这样子善的力量 层出不穷的食安问题 让一群祖父们 凭借着女力、绿力及合作力 成立了祖父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 为食安把关 当食安问题出现的时候 自动会有很多人会来合作社买东西 因为合作社我们就是有把关 比如说刚刚我们参观那个硝酸盐 那硝酸盐你做的 应该是说亚硝酸盐吧 你吃进去人体累积太多 是对人体不健康的 对那全台湾只有合作社 有做硝酸盐的把关 政府合可的添加物800多种 合作社合可的添加物 好像六七十种合作社就已经做 帮你做健康安全的把关了 那健康是无价的 2022年10月2日 公司Pepper新闻平台举办第57场 最后一场踹拍 在新北市三重 早上大家好像等早来 那应该有看到我们一个农友在这里下货 那我们的验收同仁呢 就会在这里跟他做一个 点收的一个动作 物流专员正仓发带领着我们 参观物流中心的验收区 回收管理分级制度 废纸箱再利用 及硝酸盐的检测等等 每一次的踹拍我们都希望带给公民记者朋友们不同的启发与感动 自而这么多年来 踹拍带领公民记者走过台湾不同的角落 也带领公民记者朋友们探访不同的议题 而踹拍走过57场后将在今年画下完美的据点 明年开始我们将转变形态重新出发 也期待能够带给公民记者新的感动与收获 Pippa Webcast 我们下次见